大家好 我们现在教一下金赛欧的敲装方法 首先呢 我们把底下这个拉出来 对 就这样往外拉 拉开就可以 对 它四边有卡子的 抠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这个面板撬出来 从哪边开始撬 从下面 从下面拉 从这里 把这里撬一点 再拉这个四周 再把这里撬一下 对 用这个工具撬一下就行了 撬这里 对 撬一下 然后把这边撬一下 再撬这里 对 然后拿出来就是说 很简单 大家看一下这几个角嘛 这几个螺丝 把这个灯插的拔掉 然后可以了 然后有四颗螺丝 打开 这车安装就非常简单的 我们如果不装摄像头 自己就很快就可以装好了 螺丝呢 小心不要掉了 四颗螺丝就把它继续拿出来 然后后面就两个插头拔了 一个收音机插头 一个电源插头 拔开以后就可以了 就是这两个插头了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主机插头插上就可以了 我们插头是对插的 很简单 然后还有还有一个电源 这个是一个摄像头插头 把摄像头插上就可以了 不用接控制线了 然后把机器拿出来 直插上 这样对插 然后收音机这个插上 基本上通线放这里 好不好 好 放在这里 试一下 还从这里 这里是开的 都没动过 全是动的 你说一下 我把这个插上 就是说把右边的那个四条拉下来 然后把那个 拌一下 对 把那个A柱四条 不用拌那么大就可以了 然后把那个天线就吸在里面 装在中间的位置最好 不要装太高太低都不好 就吸在中间的位置 哎 好了 然后把这个卡子卡上 然后把线呢 从这个里面走到这个过来就行 线从右边穿过来 然后我们这个机器呢 就是说把这个GPS 后面这个GPS插头 拧上去 拧上去那个铜头 拧上去之后把这个机器放上去 上上螺丝就好了 很简单的 把天线先穿过来 好了 穿过来的就拧在这个铜头上面 多余的就绕起来 就把这个天线拧上 然后开一下 上上螺丝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看看则晏铜在那里 看下后盖 摄像头呢 我们就装在这个灯这里就行了 这个牌照灯这里 摄像头现 摄像头线大概介绍一下 就是那个视频插上 然后这个线就走这里 然后走这个地板压条的缝里面 走到后面 然后再走这个门缝里面 然后从这个座椅的缝隙里面穿到后面去 穿到后面 然后把这个底下的东西拿掉 就从这个底下穿过来 穿过来之后呢 就在这个倒车灯上取电 我们一挂倒挡呢 它有个灯泡会亮的 在上面取条电就可以了 然后摄像头就装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把原车那个灯替换掉就可以了 只要接一个控制线 一个大铁线就行了